晚上好 马上来看今晚有哪些焦点新闻 最近缠身的印度纪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放话点名让五位西蒙领袖跟他道歉 不过被点名者坚决说不 明天就是818反莱纳斯集会 但主办方至今仍未获得官单示议会批准集会的地点 香港示威活动持续延烧 继民众号召以眼还眼的示威行动之后 几年亲属连线也将会在本月下旬举办环境愚民的集会 更多国内外新闻详情 一起来看8月17号的百格大事迹 晚上好 我是嘉炫 新闻一开始有争议性人物 印度纪伊斯兰传教士扎基尔的消息 纵然已经被传召问话 但扎基尔依旧摆高姿态 报警发律失禁 点名五位新闻领袖跟他道歉 并且需要做出赔偿 否则会在法庭跟他们对不公堂 对此行动大副主席古拉就表示 不会向扎基尔道歉 并告诉对方在法庭上见 另外四名当事者也跟古拉一样 持有相同的立场 并强调不畏制扎基尔的投报 并且会配合警方的调查 接着来关注莱纳斯的新闻 内阁集体同意 让莱纳斯延长营运执照 长达六个月 引起坊间的不满 原产业部长郭素信 今天就替政府护航 指这项决定 主要是想要给莱纳斯 一个做出改善的机会 并且满足政府提出的条件 而即将在明天上演的 818返莱纳斯集会 还未获得关单市议会的批准 彭衡关单景区主任 莫哈莫诺作理总监提醒主办方 如果没有获得批准 就得另外寻找新的集会地点 否则就是非法集会 将会受到兑付 对此主办方 拯救大马委员会主席 陈文德今天就指出 该会已经在两周前 向关单景区总部 以及关单市议会提出申请 只是关单市议会至今 都还没有回函批准场地的使用 胡国陈文德并不担心 他认为哥罗勒公园属于公众场所 只要是公民都有权利使用 因此他呼吁关单民众 勇敢地站出来 不能够逆来顺受 任由西蒙政府厚颜无耻的大悠转 要让西蒙政府看看明天的好戏 换个焦点 尽管遭到首相马哈迪反对 但房地部部长组莱达 依然站稳立场 希望大马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他认为马哈迪反对可能是因为 不太了解地方选举机制的可能性 但身为房地部部长 他的立场是 应该恢复地方政府选举 并且有责任说服首相 组莱达说 当局正在研究修改相关的法令 并且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地方选举机制 一旦拟定适合马来西亚的模式 他们就会在年尾提成给内阁 接着让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 香港因为反送中条例 引发的示威活动 如今导致警民关系 水深火热 频频爆发 冲突事件 继示威者在机场 发起了以眼还眼的示威行动之后 由警察家属 组织的警员亲属连线 周五公告 将会在本月的月底 举办还警愚民集会 并提出了五大诉求 促请政府能够全面的成立 独立调查委员会 以及成立几名公通平台 恢复警察的公信力 避免让警察成为政府的棋子 另外香港一连串的社会事件 也让不同的行业受到冲击 第三季或许会进入经济衰退阶段 香港财政司司长甚至形容 香港已经挂起了三号风球 可能会在竞数上 进入经济衰退阶段 最后跟你分享一则好消息 清体部长塞沙迪今天宣布 武吉加利尔国家体育场 将于每个周六以及周日上午7点至10点 开放给公众跑步 并且会尽数努力争取 开放清体部旗下的运动设施 让白天因为工作没有时间运动的民众 也能够在放工之后做运动 而主向马哈迪的专业 今天也贴出了一段 他老人家骑脚踏车的视频 94岁高龄还能够如此的坚持不懈 你有什么理由不起身动一动呢 新闻结束之前 带你去看一看这段视频 今天新闻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